今儿我们做一道冬奥食堂22餐台的美食 香煎三文鱼 祝我们的冬奥健儿鲜出风采 选择一块新鲜的三文鱼 来 把它表面的水分吸干 三文鱼里边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可以帮助修复肌肉增长 还能让人体吸收葡萄糖 直接浸入肌肉 而不是转化成脂肪 是运动员必败的海鲜菜品 直接给它加上玫瑰盐 加上一些橄榄油 切记做这道菜的时候 鲜粉鲜粉就可以放入香料 因为很多香料都有兴奋剂的成分 鱼肉腌制静止五分钟 预备一些配料 把这口膜外边这层老皮都去掉 大蒜 备一些彩椒 好 鱼肉腌制的差不多了 开火 下入香葱 放入三文鱼 压入大蒜 葱味儿出来之后 就可以减去多余的葱了 倒入骨膜 加上菜椒 烹上一些汁油 炒 关火 起锅 锅里来一点黄油 黄油融化之后 压上一些味极鲜 好嘞 香煎三文鱼做好了 让我们用美食为奥运见而加油 祝威 香煎三文鱼做好了